在武汉的一所小学当中 一个活动平台上 一个小男孩因为遵守严格的家教 独自在大雨当中跪着 淋雨淋了20多分钟 你说好好的孩子教育成这样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月21号上午11点左右 有市民无意中看到 家对面小学的活动平台上 有一个小男孩在大雨中跪着 就用手机将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整个过程持续期间有大约20多分钟 期间还有两个大人 试图将小男孩拉起来 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第三个老师模样的人前来 才把小男孩强行嫁回教室 这难道是老师在体罚学生吗 下跪男孩的班主任李老师 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实情况 我这里为什么要在哪里跪着 他说因为我不笑 我要向苍天祈祷 祈祷我的罪过 据李老师介绍 这名男孩今年9岁 上小学三年级 最近孩子的妈妈迷上了弟子归 于是这位妈妈就用鼓训的方式 在家教导孩子要百善笑为先 由于事发当天 在上课时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这名男孩害怕在接下来的家长会上 妈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丢脸 于是便在大雨中常跪不起 李老师说 起初他知道孩子被家长带着学习弟子归的时候 并没有在意 直到如今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才意识到了家长教育方法有问题 弟子归教育 国学教育 你能够有真正性的 就是结合现代的实际谈 可以在思想意识方面 他有些方面就 我就觉得有点过了头 利用弟子归教育孩子要孝顺 其实这无可厚非 但是让孩子做出这么偏激的行为 这位母亲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说的